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观音事件,岁月如说 又来到了我们杨历二月的生肖运势解析 这篇是我们的上集 也就是属牛,属鼠,属虎,属虎,属兔,属龙,属蛇的运势解析 而另外的六大生肖,会在我们的下集来继续做说明 好,在这个杨历二月,牛月为人吟月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正月 牛月交接时间是在杨历的二月四日 也就是节气立春的那一天 更是我们北京冬奥的开幕仪式 预祝全世界的运动健额 都能够在这一次的冬季奥狱中 突破自我,获得佳基 好,我们先首先来看看属鼠的朋友 属鼠的朋友在这个月是属于平安顺利的一个月 在事业上对于今年的企图心可以说是比较强大的 都会希望在这个2022年可以好好的奋斗一番 获得功成名就的机会,这个是有机会可以达成的哦 我们只要先注意到,我们属鼠的朋友今天在本命宫 他没有主心,所以做事一开始会比较没有头绪 所以要善用我们远方的一马心 尽量的争取我们出差的机会 业务员你要用最大的时间去拜访客户 尽量不要待在办公室里面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哦 而这个月流月的力量啊 就是会让我们属鼠的朋友有信心想要奋斗 但是身体不大老实 想说哎呀刚刚放完年假对不对 不着急 谋定而后动如何呢 想清楚再做嘛 基本上就会浪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以及错过了很多很好的机会 所以属鼠的朋友啊 在这个月就要开始奋勇向前 善用我们的一马心 才能够甩开煞心 达到功成名就的部分 整体而言 事业运属于小级 在财运方面 这个月的财运属于相对平顺的时候 这个平顺啊 是属于中上的平顺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今年有没有什么值得投资的标的 我们可以留意 但是如果您不是职业级的投资专家 这个月啊 建议你可以先看看 看看不用钱嘛 不要着急的去进场 或是呢 你真的是说 哎这个时机好像真的不错 那么请用最小的仓位去试水温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在一般财务方面呢 这个月花钱的幅度会比较高一点 当然逢年过节的时候 自然花钱会比较多 但是我们只要做好了 算帐目的预算规划 设定好我们只能花多少钱以内 那么不要超之 大部分都是很OK的状况 整体而言 财运也是属于终极 在感情方面 这个月桃花运开始萌发了 单身的朋友 姻缘多在远方 已婚或是有伴侣的朋友啊 大部分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眼光还不错 选了一个可以相互陪伴的伴侣 但是你也不要只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也得多关照一下对方 这样感情才能长久的和乐 整体而言感情运属于终极 在健康方面 这个月健康大致上都很良好 就是体重飙升的速度啊 会比过去来的快上很多 好像我们只要呼吸跟喝水 就会发胖一样 所以这个月啊 要多做一些运动 做什么运动呢 体操或者是健身的项目 比如说菊亚琳之类的 这是比较妥当的 慢跑的话会容易扭伤 比较不建议 整体而言健康运属于中平 接下来到我们属牛的朋友 属牛的朋友这个月啊 就是有一点慵懒了 要振作一下精神哦 在事业上 属牛的朋友 不能说他真的是感到疲倦 应该说知道该做什么 他也会去把它做好 但是整体的工作情绪啊 就没有办法把它点燃很热血起来 就是会需要一种 怎么样精神上的刺激 不然就觉得精神上 有点萎靡不振的感觉 但是真的要他做事 他还是可以做得好 只是心情不是很美丽 做出来的品质 也不到最好的地步 要处理这个状况 是有办法的 那就是早上起床 先喝一杯美式的冰咖啡 下午再来一杯奶茶 让密集的咖啡因 来激励一下我们的意志 当然副作用还是有的 那什么呢 就是体重会变得比较高一点 不过好喝就好了嘛 整体而言 事业运属于终极 在财运方面 这个月精神上的松懈 让看报表的时候就会有一点慵懒 太多数字的看了就很烦 对不对 看片追剧我们还行 但是你要说研究行情 或者分析产业前景 找出有没有利润可以操作 这个是对属牛朋友真的是稍微难了一点 所以这个月需要做到的 就是不要进场 就没有烦恼了 只要能够做好这一点 什么标的我们都可以先看 慢慢看慢慢体会他的变化 但是不要急的做 这是比较好的方式 在一般财运方面 这个月属牛的朋友容易破财 例如什么 碰到东西摔坏了 或是操作不当 把它弄坏了 或是有一些冲动型的购物的行为 要不然就是赌性大发 过完年玩太大 导致破财的状况产生 要避免这个问题 当然首先就是形式要谨慎外 其他非生活必需品 不是立刻就可以用到的东西 我们就不要去购买它 不要说这个好便宜 反正以后会用到 我就先买了 对不对 就是它再便宜 其实如果你根本就很久以后才会用到 那么这笔钱缩穿了 你也是白花 也是浪费掉而已 还占你的空间 整体而言 财运就属于小胸了 在感情方面 近年属牛的朋友 本来桃花星就比较旺盛一点 所以单身的朋友 只要维持好正常的社交活动 基本上脱单的几率就比较高了 但是要注意的事情是 即使我们有机会脱单 也要循着正常管道来交往 循序渐进 交往以理 因为今年开始 除了一般的好桃花 也会掺杂了许多烂桃花在里面 要说烂桃花也就算了 对不对 合则来不合则去 最怕的就是里面会有一些感情纠纷 感情诈骗的状况会产生 所以这点要特别注意 对有伴侣的朋友来说 这个月就是想撒娇跟耍赖 无论男生女生都一样的 常常会想求得对方的关注 或是来给你一些安抚安慰一下 如果你的伴侣是属牛的 请拿出你的爱心跟耐心 好好哄我们的牛宝宝 人家过几个月 恢复正常之后 会给我们一定的回报的 整体而言 感情运属于小级 在健康方面 这个几个月大致上是良好 就是新陈代谢比较不顺 以及肾脏有病史的朋友 要注意饮水的跟糖肺的摄取 最好记录自己每一天吃了多少糖分 而且必须要每一天喝满 2000毫升的白开水 是白开水 不是其他的饮料 也不是茶 不要跟我讲茶 没有加糖 他就算白开水一样 不一样 好吗 茶是茶 然后白开水是白开水 老师要你喝的是白开水 好吗 这就是维持健康比较好的做法 整体来说 健康运属于中品 接下来到我们属虎的朋友 属虎的朋友 这个月是本命月 同时也是本命年的开始 这个压力好像蛮不小的 属虎的朋友 你真的要得怎么样 单带着点了 在事业上 太岁新军的力量 与流月新军的力量 同时给属虎的朋友 双倍的加强 所以这个月 对属虎的朋友来说 是一个蓄势待发的好月份 在这个月 要好好做好上半年的规划 例如内勤的朋友 要增加什么样的专业 要增加多大的竞争力 或是要参加什么样的培训班 或是取得什么样的资格证 或者是执照 这个月就要开始 好好的去筹备他 不要浪费了今年 强大的文昌新的加持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手势 一开始你就有计划 后面我们按计划进行 按部就班 我们就能可以做到升官发财了 而做业务的朋友 这个月就要直接冲出去 尽可能的去接触客户 尽可能的放大你的拜访量 因为这个本命年的本命月 给属虎的朋友 就是满满的能量 一开始 我们就应该要全力以赴 可以为今年拔得一个好头彩 整体而言 四野运属于大吉 在财运方面 这个月也是蛮不错的 针对投资理财部分 有参加老师批得连专案的 要注意在时运好的时候 来进行进场的操作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月属性的特殊 这个大环境属性的特殊 在操作项目跟标的的时候 要记得不要恋战 虽然说投资纪律很重要 但是这个月的投资 尽量以短线为主 也就是至少以周围单位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周期 只要在期间之内满足你的利润点 那就直接出场 静观勤变 不要被贪婪去蒙蔽了你的心智 市场反转 有时候就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 在一般财运方面 这个月的财运 尤其是正财 可以说是颇为不错的 如果是做业务 或是做生意的 既然在这个月尽量去做一些促销 可以获得不错的回报 比较需要注意的 就是在娱乐部分 你不要去失控了 例如我们手游课金之类的 因为现在我们可能手头上比较宽一点 就很容易怎么样 反正这个月赚不少 或这个月收入比较好 看到A方案还不错 好像很划算 就给它按下去 把它刻下去了 要知道 网路游戏或是手机游戏 没有所谓的划算 它只是一个娱乐 你买再多的道具 它都没有办法拿到现实生活来用 所以说不存在划算这两个字 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预算规划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头 整体而言 财运属于终极 在感情方面 这个月单身的朋友 心思比较不会放在 要获得细一段感情的想法上面 比较会把时间花在事业上面 所以说单身的朋友 你的桃花心思比较安淡的 对于有伴侣的朋友来说 这个月双方对于未来的生涯规划 会比较有共识 对于物质以及事业的企图心 会大过对于爱情的追求 整体而言 感情运属于中平 在健康方面 这个月健康大致都是很良好的 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在睡眠的时候 你睡眠品质会比较差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睡觉前容易想东想西 带着千头万绪的想法去睡觉 这样子刚放完假的时候 因为我们休息了很久 所以可能一开始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可能只要持续一两周之后 就容易这样子的关系 那你起床的时候精神很不好 或是起床之后 感觉好像没有真正好好睡过 好像刚刚只是打一个瞌睡的感觉 所以睡觉前你不要想太多 让身体跟精神好好去休息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这是很重要的 你把这些千头万绪带到睡眠里面 它不会帮助你做得更好 这个也要记住 整体来说健康运属于中平 接下来到我们属兔的朋友 属兔的朋友这个月 也是属于好运组的成员 要好好的把握 在事业上 属兔的朋友受到流月与流年新军的加持 精神饱满 心思敏捷 尤其是男性的朋友 会比较明显的感受 在这个时候 属兔的朋友需要稳扎稳打 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确实跟完整 而在正常情况之下 属兔的朋友还是会有很多多出来的公余时间 就是我们办完事了 我们可以准时下班这样的意思 那么除了好好经营我们的家庭跟感情之外 建议你要加入一些社会性的社团 例如读书会 或是商业性的社团 因为今年属兔的朋友有贵人心很强大 他是比较强旺盛的 而贵人呢 我们不能待在原地等他来找我们 对不对 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 我们要积极的拓展我们的人脉圈 而开穿的第一个月 这个贵人的运势就已经很强劲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好好经略我们的人脉 会是这个月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且对今年整年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开头 整体来说 试验云也是属于大吉 在财云方面 这个月财云也颇为顺利 主要是在正财的部分 投资理财的区域 这个月也是可以很理性的 有智慧的看到一些可以操作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决定 但是这个月的大环境 变化可能会很极端 不是只有大 是很极端 很多台面下的事情 我们不一定知道 所以在操作投资部位的时候 要放小一点的仓位 至少我们不要把它加太多的杠杆 而且必须设好停损点或是追损点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放大我们的获利 但是一旦市场反转 止损点或是追损点都已经设定好了 那么就可以保护住我们其他的仓位 不要受到穿仓的影响了 在一般的财务部分 这个月是一个精打细算的月份 大部分都能够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 不会去失控的时候 大概会是有容易让自己超出预算的 就是跟情人之间吃喝玩乐 或者跟家人之间 我们去度假之类的 我们就花了超出我们的预算了 所以每一次的休闲活动 我们都要量力而为 而且要注意 适可而止 不要乘胜追捷 现在感觉很好 多花一点 以后再赚就好了 好了 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因为对我们自己生活要有纪律 也是对我们的未来 去负责了很重要的事情 而这个月的财运 我们可以说它是终极 在感情方面 今年一开始 属兔朋友的桃花运 就已经蠢蠢欲动了 尤其是男性的朋友 这个不分已婚或是未婚 一整个魅力指数都是直线上升的 所以有时候属兔的朋友 也可能是属于被动的被追求 所以单身的朋友 只要打理好自己的服装仪容 基本上都可以容易受到欢迎的 当然这样的桃花 也可以用在事业上面 跟客户的关系经营的好 再配合本命的天以贵人的好食运 那也是一个不错的用法 对于有伴侣的朋友来说 你要记得洁生自爱了 因为今年容易在外面的诱惑 能够无论是男生或女生都一样 都有可能会去亦乱其名 犯了一些错 所以是说洁生自爱 明则保身 没有什么诱惑 比家里那一位把余生跟青春都托付给我们的人 还要来的重要 整体而言感情运属于终极 在健康方面 这个因为健康大致良好 但是对于食欲等各种的欲望 就会显得比较难以把持 所以要给自己适当的体力 或是精力去抒发的空间 怎么抒发呢 那我们可以多去游泳 或是去增一下桑拿 或是做一些重力训练 这个对身体健康都很好的 还有就是规防生活 你要似可而止 不要过度了 这对肾脏跟妇科 会是有比较不好的后作用力 整体而言健康运属于终极 接下来到我们属龙的朋友 属龙的朋友 这个月整体能量会比较不稳定 所以说你要特别的注意 在事业方面 这个月做事的心情会比较浮躁一点 这不是说我们没有心在工作上好好的发挥 而是容易做东就辣西 虽然好像我们认真的把我们事情做完了 但是交出去之后就容易被挑出来 不是少了这个 就是丢了那个 或是把案子交完了 要借电子邮件出去 还记错给人 在这种情况下 属龙的朋友就很容易乱了自己的工作节奏 弄得心情更加的浮躁 然后好像没有一件事情 可以完整的把它做好做完 那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可以早上起床的时候 先吃一颗综合的维他命 因为我们现在心情的浮躁跟不安 是因为我们内循环 在这个时候有点不均衡跟不足的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先让综合维他命 让身体补充所需要的营养 这样就可以比较稳定了 再来就是中午喝一杯热的巧克力饮料 让糖分跟咖啡因来稳住我们的心神 这样可以让我们思绪跟行动 都可以比较稳定 整体而言 四叶欲属于凶 在财运方面 这个月的财运不胜理想 虽然不能说完全不好 但是心情上的恐惧跟贪婪 就很容易让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如果真的是想进场 我觉得是说你这个进场的环境很不错 而且你有参加老师批牛年的项目 那么请参考老师给你的时运曲线 在时运比较高的时候 去对你的目标去下手 这样胜率会相对的高了一些 就是损也会少损一点 如果手上没有行业曲线 那么你投资也请以短线为主 例如股市或者是期货指数 请以一周为单位去操作 不要拉得太长 停损停利先设定好 一碰到我们就出场 不要赚了贪心 然后等他转越转越多 也不要是损了 我不甘心 我把停损点往后拉 这样子就整体来讲就很不好了 所以说这个月的财运 整体来说是属于小胸的 在感情方面 没有耐心容易发脾气 这是这个月的特色了 所以在这个月单身的朋友 虽然心里容易感到了寂寞 希望能够有一个伴来陪陪自己 但是因为烦躁 还有我们讲话跟待人处事的态度 不是很理想 都会让别人敬而远之 所以是说这个月桃花还蛮淡的 有伴侣的朋友 容易因为小事而争吵 例如你的伴侣是属龙的 你要怎么办 你就带他去吃好吃的 不要跟他找话题 你就让他乖乖吃 好好吃 想吃什么 让他埋头苦吃 想睡觉的时候 你也不要吵他 也不要聊天 让他好好的睡 最多我们就给他睡前的一个拥抱 这就非常足够了 整体来说感情性属于中平 在健康方面 这个月健康大致上是良好的 但是如果你本身是有肠胃疾病的素疾 或者是你有肠躁症的 这个月你要特别注意饮食规律 而且必须要适量 不要冷的热的 一起在短时间之内 给他大吃大喝 给他灌进去 这样子会容易让你的肠胃 就像塑胶的一样 怎么样 吃进去了 很快就滑出来了 这对整体的健康跟精神 都会扣了很大的分数 整体而言健康运属于中平 接下来到我们属蛇的朋友 属蛇的朋友 今年行太岁之外 这个月又同样的行客的流月 简单来说 是一个还蛮不妙的一个月 在世界上 这个月的双行客 对属蛇的朋友 不知道该说好 还是该说不好呢 你要说他不好 但是开春这月 就把最辛苦的一个月 就把他度过了 后面压力就越来越小 但是如果你要说他好 双行客的挑战 也真的不是可以等闲四肢 在工作上 意外的状况会明显的增多 尤其是处理技术相关的 例如水电 土木 工程之类的 会比过去还要容易出现了公安事故 要特别注意工作安全 有时候就是像墨菲定律一样 越觉得不会有事 我是老师傅 我是老手 根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不对 他就越会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出事了 在一般业务处理上 也容易遇到了变数 例如客户临时要改方案 或者是要改一些整体 把你从头到尾全部翻案重新做一遍 不然就是遇到客户明明是自己做错 却把脾气发挥在我们身上 这就是俗称的奥客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就只能以不变应万变 心态不要被对方影响 那么对方就是跳梁小丑了 客户想改案子 想给你打掉重炼 那没关系 你往上反应 上面说好 那我们就改 没什么了不起的 反正薪水是上面发的 我们就是改到天荒地老 老板也得支付薪水 客户你也得支付你的价金 对不对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奥客在你面前咆哮 在那边骂你 我们就一样往上申报 上面没有人 我们就报警 对不对 看他想干嘛 你只要把持一个心态 上班的我不是我 因为我只是被聘请来执行这项业务 你对我生气是对我这个职位生气 你不是对我这个人生气 有本事 你等我下班的时候 你再跟我大声 你试看看 对不对 所以是说 我们套用上网路上的一个用语 是什么呢 只要我不生气 气死的就是别人 整体来说 事业运还是属于凶的 在财运方面 这个月财运也不是非常的理想 这个不理想 不是我们投资的眼光不好 也不是我们做不够这个投资的功课 有时候就是运气不好了 就这么简单 做什么 市场就容易跟我们反着干 所以这个月 如果你真的手痒 想赚一些风险财 或是这些投资财 也不是不行 就是你下单之后 那么你用最小的仓位 而且设好了停地跟停损之后 你就人离开 不要再去看这笔投资了 对不对 当做没有这回事 放着让他自己跑到了最后 反正最后结果不就两个 不是赚了就是赔了 一翻两瞪眼 只要你不去看他 那么就可以减少了什么 所谓的观测者效应 那么你获利机会还是会有的 当然前提是我们都有做好功课 而不是盲头 在一般的财务方面 要注意破财 一如交通工具的损坏 或是车官的产生 所以骑车开车 甚至是走路 请专心不要滑手机 避免意外事故 导致你必须要破财消灾 整体而言 财运也是属于小胸的 在感情方面 这个月单身的朋友 本身的人际关系不是很理想 容易跟别人发生冲突 所以连带的桃花 也是被自己摘光了 对于已婚友伴侣的朋友来说 心中的烦闷是有苦也说不出的 也不想把这些心中的烦闷 讲给对方听 有时候不讲没事 自己生气就好 讲了就越讲脾气越来 所以如果你的伴侣是属蛇的 那么你只需要怎么样 坐在他旁边 陪着他发呆 或是陪着他滑手机就好 你不用去追问他发生什么事情 你也不用找话题跟他聊 这个时候属蛇的朋友 就只需要你安静的陪伴 而且千万要注意 这个时候不要跟属蛇的朋友去吵架 也不要硬去谈什么事情 否则你一旦是两个人之间的战火 一旦点起对方讲出来的话 肯定就是难听又伤人的 纵使他本来不想讲这样话 但是被你激起这样的愤怒 有时候就是口不择言了 当然事后跟你道歉 你也觉得受伤了 何必呢 所以说一开始 我们就不要去开这个话题 我们就静静的度过这个月 是比较好的 可别说老师没有提醒你 整体来说感情运也是属于凶的 在健康运方面 属蛇的朋友这个月容易出现意外血光 这个是比较需要注意的 而且也容易扭伤了筋骨 或是比较严重的什么 筋骨痠痛 所以如果健康许可之下 老师会十分的建议 出事的那一天就去捐血 或是尽早的去捐血 比如说出事真的没空 那么出五出六出七出八出九出十 总有一天有空吧 那你就去捐个血 这在中国叫做献血 再说一次 老师非常非常非常的建议 属蛇的朋友出事之后就要去捐血 要记得 如果没有办法捐血的 请在天气气候许可的时候 去公园或者是草地 给他好好散步至少半个小时 你不要跑 就散步就可以了 慢慢走 当做怎么样 给放空自己的空间 而且这个场地是要有草地的环境 所以老师说的是公园 但是你不用草在草地上面 草地我们要爱护他 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大自然能量 来平衡掉我们身上的一些血光煞气 整体而言要注意健康运是属于凶的 好 以上就是我们西元2022年杨历二月的六大生肖 运势解析 下一集我们继续谈另外的六大生肖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请按赞订阅 这样老师下次分析新视频的时候 您才能获得通知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